殷仰被这些老军门们哭得六神无主 身毁昨日没跟殷珍和殷祥把话交代词时 罗文接着说 太子爷只管放心 我们都是些粗人 心里有什么到处来就畅快了 怨恨十三爷是没有的事 我们怎么会和爷们们过不去呢 殷仰见众人熄了火 心中略觉宽慰 暗自拿定了主意 这样债还是要还的 但要变通处置 实现嘛可以放宽限 你们都是朝廷的助使 与国家休息于共 要为皇上设计着想 再任陪补五年为期 如何呀 他这一说众人无不心花怒发 别说五年了 就是一年 谁料得定这个四爷十三爷还管事不管呢 只要不撤差 任上几个大案腾挪下来 区区几万银子合足挂齿 印人心里不禁叫苦 印翔早气的一跺脚出了大堂了 印翔赌气回到千丫房 要召集清账的人说话 却一个也不见 因见狗儿站在门口便问道 我说人都死到哪里去了 爷是气糊涂了 都在书房里厚着呢 印翔不言声了 起身便到后书房 果见书房里里外外站着三十多个人 师侍伦和侍郎游明堂也在里头 都是垂头丧气 相对莫作 印翔一踏进门便宁笑着 哼都知道了 爷他娘这副熊样子 丧家犬似的 有些事 眼下混账 厚头 谁料得定啊 老师 老游 揭差那会子万岁 就给你们打了保票了 老十三 再给你们打一层 真要发落你们乌里亚苏台 十三爷 背干粮送你们过沙漠 师侍伦 平静地望着窗外 小眼睛 一一闪着光 我和老游 早就想到这一步了 倒是四爷和你的保重心 我这人摘顶子 拨官符 已是长事了 游明堂看到 哎呀 没想到 树倒得这么快 瞧吧 两年之内 不回成老样子 挖了我的眼 只可探 下头 吊这么几十个人 落荒而逃 回去 哪里讨生活呀 印象指着众人 冷冷一笑 你说的他们 你两个是大员 这里干不成 调哪里 文指里 像礼服填文静他们 早已安排了出路了 这些兄弟都是我的兵 我岂肯叫他们吃亏呀 印象说着 从书架子上 取下一个木匣子 打开了 里头是厚厚一叠渣子 上头盖着兵部的官房 扑的吹去上头的浮尘 自私的一笑 可谓有备而无患 这是去年从兵部弄来的 六品五官认输 都是京畿住房 说不上是肥缺 也算上等拆分了 众人不禁惊恶的 张大了嘴 愣愣的 听着印象 一一唱鸣 痴痴的接过尾刃渣子 却疑色的都是千座 分部西山 玉泉 丰台 通州等处 有的是汉军绿营 有的是扇浦营 有的是锐剑营 这些差事在塞外驻军眼里 已经是拔不到的美差了 印象一一分派 看着狗儿抗儿笑着 十三爷顾不到你们 你们是四爷的人 还回四爷府 我已经跟直立总督衙门 部军统领衙门 和善谱营老赵那里打过招呼了 缺都给你们空着 一去就补 只一条 别逢人吹嘘是我给的 啊 咱们拆事办杂了 没这份体面 说吧 仰着脸 如释重负的虚了一口气 抬腿便走 狗儿再后追了一步 明儿 我们还来应毛吗 印象手一扬 头也不回的大声说道 想来就来 不想来就算 护部还有个屁事做 印象满胸 机遇的发展 吐不出暗部下 棉花团子似的塞得难受 一出护部大门 见管家贾平还伺候着 便命着 回去跟子姑说一声 爷要散散心 持心回去 说吧 拉马练急 扩风家的打马直出西之门 大大兜了个圈子 但见城外秋云低暗 百草连天 更绝其量 因驳转码头至宣武门 学进一个小巷 远远便听见丝竹清幽 一带粉墙往东 玉玉丛皇 拥着一座楼 上面匾额写着 太白醉仙四个字 里头一个女子生气 正按着弦 积节而歌的 夜半中庆 记无声 满座风入清 竹台儿 腊泪叠红玉 清灯独队 家人影 以珠兰望相关 月明中远山重重 看不清古道幽静 只听见西风儿 吹得檐下铁马 叮咚 印象听得耳熟 却一时再想不起 因下马进殿 张眼望实 殿中并无客人 歌是从楼上传下来的 略以沉咽 一屁股临床坐了 没好气的大声说 人都死了吧 拿酒来 话音刚落 跑堂呢 以脚不沾地的跑了来 音见印象 竖着黄带子 脸上颜色不是颜色 哪敢怠慢 盲笑着说 爷 是读影啊 还是代课呀 小店里 玉湖春 茅台 口子 三合 奢店 苏和乡都有 不知爷是用呢 话没说完呢 印象 啪的将一定大银 蹲在桌上 无奈凡地说 听你放屁 还是听上头的曲子 各样都打半斤 大烧缸也要吗 要 恰酒再上来 上面越些搁趾 印象左一杯 右一杯 五花八门 贵贱不一的酒 就灌了一肚子 酒涌上来 想想更气 便再喝 口中念念有词 也不知是说是骂 弄了几个伙计 躲他远远的 店主也下楼来偷看 顷客之间 印象已是喝的 眼形口智 招手叫过掌柜的 我不是妖精 你 你 你做什么呀 来 喝 喝 这是爷的台人 小人没这么大造化 别折了小人的草料 印象头摇的波浪鼓似的 往日从这儿过 生意蛮好的嘛 今儿怎么这么 这么清淡啊 给爷添一盘子海折 老板一边吩咐 陪着小金又说 原事人多的 可可今儿个西市上 出红差杀人 客人们都赶着 瞧热闹去了 这碗酸梅汤 是小人孝敬爷的 请用 杀人 杀人有什么好干的 软刀子杀人 你见过吗 老板见他前言不达后语 满口柴胡 急怕声势 只好拙一周旋 奉着香茶 拧着热毛巾 一边逗他说话 出酒气 哎呀 也不知道啊 今儿发厂上出事了 刀下留人 印祥一笑 这也值得大心小怪 杀官 常有的事 万岁爷 不过想看看他们胆量 偷着玩的 老板凑劲 神秘的说 今儿可不是 竟杀错了犯人了 刑场上 燕鸣不是正身 叫万岁爷当场给查出来了 那马忠堂 张忠堂 还要童忠堂都去呢 我的爷 这可是开国头一遭啊 什么 印祥 目光破的一跳 晃了晃头 觉得悬晕的 想不成事了 杀了谁啊 怎么就叫万岁撞上了 爷说笑话了 不是 老板笑咪咪的 小人也刚听说的 杀的那个人叫张五哥 是别人的替身 听说万岁当场 叫了顺天府的人 说叫八爷亲自查办 爷 这事轰动北京城了 不出名 您老就都知道了 说着 见来了客 就要走 印祥又叫住了 嗯 刚才什么人在上头唱歌啊 嗯 是叫的堂子啊 我说我叫来听听 整不成啊 老板正要说话 便听楼上一阵 嬉戏缩缩 接着便下来几个人 一个矮胖子 含笑走到前头 接着两个女子 头一个浅红笔甲 一溜水泻长裙 目动面流 体格轻盈 山绣微婉 抱着皮革 十分田净俏丽 紧接着那个女孩子 个子稍矮一点 穿着枣花 壁锣锦绣衫 腰围 绣带 下垂于膝 月白 无灵 裤下 微露 紫涓 缕 还原脸庞上 刀材并脚 还带着智气 头脚 左壳下 一颗美人质 分外显眼 印翔不觉 眼睛一亮 尸声叫道 诶 这不是 阿兰子 呀 哎呦 十三爷 矮胖子 正往门外走 一回头 见识印翔 急忙 血转身来 一个签 打了下去 满面堆起笑来 诶 您老吉安 小的 任伯安 给您请安了 印翔 眯着眼 点点头 久勇的 打了个嗝 胸前 又燥又闷 头晕得 想不成事 半嗓才说 你 就是 任伯安 九 九哥 府里的 任伯安 一边 撑着店家 哎呀 还不给 十三爷 拿醒酒 十来 一边 陪笑 说 小的 就是人 不安 先前 在九爷 门下 前年 九爷 已经给我 拖了 急了 其实 拖急 不拖急 小的 都一样 是爷的 奴才 印翔 看了一眼 阿兰 那两个 女子 忙着 蹲下 身万福 年长 一点的 女子 陪笑 他 奴 叫 乔 姐 其实 在江夏 也见过 十三爷 的 印翔 没有理会 只转脸 向任伯安 笑道 怪道的 我问九哥 买戏班子 没有 九哥 说 没有 原来 是你 这 杀财 招摇 撞骗 打了 他的幌子 啊 那个 姓胡 的 畜生 呢 啊 想必 也在 你跟前 啦 啊 爷 问 胡 二 麻 子 爷 怎么 认识 他呢 这小子 太不地道 上回九爷的二世子典堂会 哎 我带着班子去了 二爷还没听曲子呢 他倒先醉了 站在当院就骂街 扫了二爷的典堂 这样的王八高子还留得了吗 啊 我打发他 手庄子去了 您见店老板 拿了醒酒时的 任波安 忙亲自伺候着印墙 函上 用小刀 削着压力 一头对乔姐和阿兰说 哎 哎 捡的拿手的 唱个曲子给爷听 瞎解阿兰 脸人一底 二人点头一会议 瞎解手中皮疙瘩 早爆豆下响起 阿兰 扶手一笑 唱道 梨花云绕 锦香亭 家叠春龙 软玉瓶 花间鸟蹄 三四声 梦出京 一半昏迷 一半醒 柳棉铺窗 晚风清 花影横蓝 淡月鸣 翠背舍蓝 熏梦醒 醉观情 一半暖和 一半冷 未及唱完 印墙便摇手 哎 不好 十三爷这会子没心绪 没一半这个 一半那个的 捡着哑的唱一个 阿兰 睁睁的盯了印响一眼 微微叹息一声 小姐掀手一勾 月声再起 恰如冷泉滴水 寒烈沁人 阿兰 深情地看着醉眼朦胧的印象 漫声唱了 博木 涂涂摇 马营 人寿 西风笛如间 劫揽 猪头 平烟寒墨 无牙 无牙狐连 波飘愁 与故人 相依别过 待遇登此贬舟 畏惧着 断魂深秋 更坚拙 苦于冷苍 翻破 风漆楚 忽将 反行古道 折不断 烟花 随滴柳 印象 先还闭着眼 两手打着节拍相合 听着曲子 优耶绵漆 屡屡不觉 如气如素 木然想起自家山势 两行青泪 竟不自禁地 顺甲 滚落下 朦胧中 听任波安说道 十三爷 酒沉了 被一成叫 宋爷回去 清理护不亏欠 被太子印仁 昏头杖脑 搅扰一番 顷刻间 功败垂成 接着 又出了张武歌 巨案 堂堂地精 天子碾下 国家最高 法司衙门 居然放走了 奸杀良父的真凶 由无辜的贫民 张武歌 代言正身 代赴法场 被偶尔出访的皇帝本人发举 事情出来 从六部到大理寺直至顺天府的经官们都瞪大了眼睛 紧张中带着兴奋 不安中怀着期待 眼睁睁睁看着朝廷 等康熙的圣旨 但自那日 接连五天 不但没有旨意 康熙 连六部尚书 也没有接见 东华门 西华门 停止接牌子 除了张廷玉 马骑和同国为三个人以外 谁也进不了紫禁城 他们其实就住了天接西的侍卫房了 压根就没有出来 连个内庭的信息也没有 大步骤起 人人都觉得要出事 待第六日 圣旨终于颁发了 施士轮调胡广任巡抚 游明堂 调江西任不正使 王洪旭 卓捕户部尚书 葵旭为侍郎 仍由雍郡王印针 十三贝勒印祥管领 继续清理库银 并严令 封存现有库银 一概不许私戒 这圣旨就下得蹊跷 师尤等人 若办砸了差事 就该领罪 但呢 却仅仅平调离人了 王洪旭和葵旭 一个是学士 一个是力部狼官 都不是属手 又没有特别的功劳 好端端就生了大丝农了 众人正纷纷议论 末中一世 下午 魏莫失败 唐吉下令 在前清宫 召见所有阿哥 亲自口谕印字 命令他 去刑部 清理冤狱 并由马骑领诏 刑部尚书 司马尚 侍郎 唐吉成 高念东 等十三人 隔职 留经待看 同时 下旨天下 停止 勾绝一年 所有死刑人犯 案卷 调经 重新审验 接见 十分枯燥 康熙坐在 龙岸后的 须弥坐上 脸色矮板 一语不发 一口接一口的吃茶 张廷玉和马骑 一左一右势力着 由同国为 一份一份的 宣读诏告 逐份的宣读 四百一十七名 死囚案游 和泽城各省案查室 清理再报的话头 一直读了两个时辰 阿哥 人人贵的两腿发目 听得耳鸣眼花 末了 康熙起身 只说了句 小的 为政之难了吧 人命关天 隐私啊 要好自为之 天下 无不可为之事 要再 认真留心啊 这句 没头没脑的话 全然尝不出 酸甜苦辣 众阿哥 只好习地糊涂地叩头 答称 儿臣领旨 算是明白了 印祥 见康熙有退朝的意思 蒙说 阿玛 户部的差事 只有几百万两 尚未收清 献祭已经封库 阿玛又委任了新任尚书 儿臣 儿臣请旨 是否就不再每日道步逝世了呢 也好 康熙 碾须沉吟了片刻 准奏 印祥吐了一下舌头 他原想积老皇帝 炸出点什么苗头 不料只听了这淡淡的四个字 不凉不酸的 这算什么呢 那等一个字 的拍摄 第四个字 诫 是不是 这辈子 就会 的 的 诩 诩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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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